一名州屋大臣的儿子与另外五名男子 涉嫌伪造文件 虚假申报60万令吉 涉及了修理 维护 供应 还有服务费 尽早被反贪会带到家央推市厅申请严扣 另外玻璃市州屋大臣莫哈默苏克里仲石 他已经接到反贪会的通知 指儿子被捕驻查 并将会交给反贪会调查 目前正处于玻璃市州议会 第十五届第二期第一次会议 莫哈默苏克里表明 会在明天的议会会议上进一步回应 涉案的六名男子包括州屋大臣的儿子 是在昨天被反贪污委员会 传召入口供之后遭到扣押 今天被押往家央法庭 延后两天入查 根据了解被扣的六名嫌犯 介于26岁到37岁 他们分别是两名大臣办公室 及州政府秘书署的公务员 以及四名承包商 包括了身为承包公司持有者的大臣儿子 入口供带队 入口供地 感谢观看